- 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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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電台少女的Linda - 好像我好像蠻久沒在 就是小電報這個單元出現了對不對 因為我們是編輯抽籤嘛 然後可能抽到的是上一輪的頭 跟下一輪尾 所以我自己覺得我好像自己很久沒報小電報 希望這段期間大家不要覺得我好像 胖太多才好 那為大家帶來三則科技新聞 第一則新聞 SONY的手機要出頭天了嗎? 本週SONY發佈了他們三款新手機 分別是Xperia 1 Mark II Xperia 10 Mark II 還有Xperia Pro 那其中最受注目的就是旗艦星際 Xperia 1 Mark II啦 喔他們覺得這個名字有點敲口喔 它的鏡頭呢是三顆賽斯認證的鏡頭 然後加上一顆3D的iTof鏡頭 它標榜支援人眼對焦 動物眼對焦 然後並且支援20張的高速連拍 真的是非常恐怖的規格 同時他們也在宣傳片說 對沒錯我們的手機就是有相機等級的拍照能力 也因為這次SONY在手機跟相機部門整合之後呢 推出了第一支旗艦機 所以它的拍攝能力如何 真的還蠻讓人期待的 那除此之外呢 Xperia 1 Mark II它的規格是 是搭載驍龍865 然後使用的是4K OLED螢幕 然後呢它是螢幕比例是21.9 然後是6.5吋的 除此之外呢它有4000mAh的電量 然後RAM是8GB 整體來說規格是感覺蠻不錯的 那希望我們可以早點拿到它 然後來幫大家評測看看囉 第二則新聞 一個月之後呢就是蘋果的春季新品發表會 除了大家都非常期待的小手機iPhone SE2之外呢 新版的iPad Pro它的保護殼的就是圖片也流出來了 它的鏡頭模組呢是呈現一個方形的設計 讓人聯想到它應該跟iPhone 11 Pro一樣是會有三個鏡頭的 另外處理器呢也會升級成A13X 那還有沒有其他的蘋果新品呢 美國的大型零售商Target它流出了一份庫存名單 上面顯示出蘋果還有四樣新品 分別是Apple Watch的錶帶 然後Apple TV、iPod Touch 還有高階版AirPods 不過呢就是Target它以前也流出過庫存名單 雖然說上面會有AirPower 但AirPower現在也還是沒有蹤跡嘛 所以就是這一份庫存名單我們就當參考用 主要還是就是iPhone SE2跟iPad Pro 這兩樣東西如期推出我真的就是非常感謝了 第三則新聞 雖然因為疫情影響 世界行動通訊大會MWC已經停止舉辦 但是主辦單位居SMA 他們依然有在官網上公布他們覺得 最棒的手機名單還有行動通訊名單等等 那本屆獲得最棒手機殊榮的是哪一個品牌呢 答案是OnePlus 然後是他們的7T Pro 那其實也算是眾望所貴啦 就是如果以他們的最近期的聲量來說 GSMA表示呢就是之所以讓OnePlus 7T Pro拿下冠軍 在於它的就是非常強的效能 還有流暢的使用體驗跟快速的充電 然後加上合力的售價 我自己使用過它的前代就是OnePlus的7 Pro 那我個人覺得使用體驗是非常好 不知道OnePlus這個品牌什麼時候會來到台灣來呢 有點期待 以上呢就是本週的三則科技新聞 祝大家都可以享受就是小小的廉價囉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下次再見囉 掰掰